翁姓男子前年骑乘机车发生车祸,伤及右脚踝关节,至镇兴医院手术治疗后持续疼痛,心生不满,竟在今年4月21日朝镇兴医院丢汽油瓶,所幸当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,助委包拳赶紧扑灭,是林蒂检署。 今天依照放火为碎嘴将翁男起诉,检方调查,翁当天上午到新北市淡水区中正东路购买汽油,将汽油灌入红标米酒瓶内,再将布条塞进瓶口作为引信,以此法制作汽油瓶一个,下午40曲,在骑车前往振兴医院第二医疗大楼北二门前,朝门内丢置汽油瓶,汽油瓶破裂后,随即肆意燃烧, 曹兴保全听闻玻璃爆裂声响,至现场查看,赶紧以灭火气扑灭,才未烧建入物,但外侧门内通道地板有被易燃性液体强烈燃烧痕迹,门内东侧下方也遭熏黑,警方发现翁骑乘机车逃到新北市,根据车牌找到林姓车主,透过林侧洞翁出面,翁自知难逃,便向新北市淡水井分局投案, 北投警分局派员将他带回调查,一放火烧现有人所在之间入物,恐吓公众等罪嫌颂办,翁坦诚因不满脚伤疼痛才犯案,他的包子则证称, 包弟前一年到振兴医院精神科就诊,患有官能施教证,也曾因其机车脚伤治疗,但在医院手术后也持续疼痛。 检方指出,翁的放火行为,没有造成建物不堪使用程度,属于未遂犯,单一放火行为触犯两罪嫌,属想象镜和犯,从重罪论处, 因此锦衣放火未遂罪起诉,翁南也被医院状告加重危险物罪嫌,但检方认为,加重危险罪中的暴裂物,是指有爆发性,具有破坏力,可于瞬间将人急误杀伤或损,但翁丢治的气流瓶并没有此破坏力,与法条中的暴裂物定义不同。 翁南今年4月到振兴医院纵火,记者李承颖翻射,分享。